大家好,我是阿影 歸前賽十五集已經全部播影完畢了 在這裡和一眾有按進來這條影片的姜濤、Hallos、Jercy和三三老婆都打個招呼 Hello,大家好 我覺得姜濤表現自然,乾淨利落 Ian表情細緻,演技收放自如 Edan對同類角色都可以說是家興就熟,手道拿來 193更是全劇驚喜,在故事前半段光芒漫長,情感珍視 這樣說大家合不合聽 合不合的話,不妨放下一個Subscribe,或者一個Like 幫一下我們這些爛鬼Channel仔 然後就可以考慮一下Quit這條影片 考慮一下再看不看下去 因為我最明白的是愛情是盲目的 無論你愛人做什麼,你都一定覺得他好正 好像跑步一樣,我愛人跑步,在我眼中一定跑得很快 而且跑得很好看 但是我作為一個田徑評論 我會看一下秒錶,我會找世界冠軍那對黑人來跟他比較 那他難免就會有點不足 而你是未必會想聽這些 如果你看到這裡,都還在看或聽 即是你是一個理性的粉絲 會客觀地看一套劇 而且已經做足心理準備 我會用一句來總結我對這套15集的劇集的觀察 就是這套籃球劇最大的問題 不是他們打得太少籃球 不是YoYo妄想正花痴 不是和愛玲瘋狂的情緒勒索 而是角色們的問題 全部 是全部 都不是由籃球來解決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片頭之後就馬上和大家解釋 由於全劇都已經播完幾天 以下會是完全的劇透倒論 想像原道這樣說 一次過看完15集 而未看的人 就自己考慮看不看下去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的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每一個訂閱都是我們製作影片的動力 更加可以按下面這個圖示 請我們看電影 感謝你們的支持 剛才我們講到 角色遇到的問題 基本上都不是由籃球或籃球場上去解決 所以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經常都不打球 但問題不是沒有時間沒有預算 拍更多的打球片段 而是劇本和角色的構造上 籃球對他們的影響不夠直接 甚至我可以這樣說 聚在這班角色的 即使不是籃球 都對劇情毫無影響 幻想一個情況 就是這套不是一套籃球劇 而是一套科幻片 我們把球場換成太空船 或者一個星球 然後主角門恩元祭會 被船長照上這架 叫痴漢號的太空船 每個星期六 大家一起去做太空海盜 然後他們發現了一種宇宙物質 是可以達成願望的 他們想去搶 帶遇上他們的對手 是來自漢林星球的正規軍 他們約定兩個月之後 就決戰 贏的人可以得到這堆宇宙物質 然後角色的煩惱 跟現在一套籃球劇一樣 阿良一樣要上班 有老婆 沒有法子對自己坦白 光仔一樣有前科 有悔過 有內心的掙扎 德哥一樣有家庭的壓力 一樣那麼怕他姐姐 朱潤一樣會繼續做孝哥的多拉A夢 在孝哥需要他的時候 隨傳隨到 孝哥一樣有個弟弟 一樣有個女朋友 有他媽媽 卓立峰一樣給他的隊友利器 一樣由一個當他偶像的絕症年輕人去改變他 你會發現 他們的問題 即使是去做銀河海盜 一樣是可以解決的 最後一集 一樣可以跟漢林的正規軍 打過你死我活 一樣可以有很多人覺得很好看 這就是問題存在的地方 自從有了Marvel Avenger之後 每次有英雄出場去解決這個世界的任何問題 我都會問 是不是一定要這個英雄去做呢 即是同一個奸國 同一個奸國的動機 如果主角打電話給另一個英雄 另一個英雄是否可以完美地解決到 如果解決到 那麼這套英雄片就不合格了 因為他沒有獨特性 但你看看 大部分的英雄片 都會交出一個非他不可的理由 例如最近的黑豹 就由奸國直接來找主角 而主角也不可以打電話 給任何人去叫Advanger 這點是基本 也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而運動劇或者電影 都一樣有這個問題 一個有運動天分的人 為什麼他要打籃球 而不去踢足球呢 一個可以見到一秒之後未來的男人 為什麼他要去打拳 不是去打羽毛球 或者冰冰球呢 通常這些問題 答案都是一個字 就是對那種運動的愛 但貴前賽的問題 一般人又打又不打又打 大家都感覺到 特別是阿孝哥 他其實不是很喜歡籃球 因為喜歡籃球的話 不會中學輸一場 就說我以後都不敢打了 因為喜歡籃球的話 不會要收錢才肯幫喪波出場 因為喜歡籃球的話 無論多痛 他都會想留在牆裡面 而不是走出場外 等女兒走出來 恩顧顧他 問題就來了 我不是要求你 事必要努力 有情勝利 也不是逼你的主角 一定要很喜歡的運動 而是 如果他排那麼多東西 都排在籃球前面的話 阿孝哥 其實你有多喜歡籃球呢 甚至乎 你有多喜歡阿河馬呢 大家這些有眼看的嘛 講回努力 有情勝利 有時候老土可能是老土了一點 但是你運動故事來的嘛 老土有什麼問題 你打開電視 都是期望可以看到 努力有情勝利 所以為什麼不做 努力有情勝利 努力有情勝利 三樣東西 他不是不做一樣兩樣 是三樣都不做 努力方面 你看他們練球有多快 幾乎都是玩 和約有賽 那不要緊 你業餘隊當然是求開心玩 就算了 但他是瘋狂的 連對手也是這樣 卓立峰叫隊友去練球 然後全世界是杯葛他 我去考Mid Term 我不練球了 最後連教練都放棄他 罵他 說隊友的心情是很重要的 打球最重要是開心 但現在你是想打港隊 想打職業的 所以問題應該是怎樣 令到大家 即使練得很辛苦 都很甘心 很開心 而不是杯葛認真想贏 認真想去練球的人 他當隊友是垃圾 是工具是一個問題 但他要多練球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友情方面 我看回 原來真的很瘋狂的 你看回主角 一隊球五個人 連同教練 他們幾乎是沒有真正交過心的 或者真正去依賴對方 甚至到了最後決戰的時候 都是這樣 沒有那種團隊行先 自我行後的感覺 也很少很少真正的交流 連和孝哥最朋友的朱潤也好 孝哥什麼都不跟他說 甚至乎經常直接趕他走 勝利更加不用說 主角最後都是輸球 三樣都不做 最後就像一部愛情劇 所有出場的主角之間 都沒有愛情一樣 對呀 你愛我我愛你 是很老套的 但你是愛情劇 全班人開工 做個項目 雙敬如斌 思考哲學 不可以叫愛情劇 也難免會令觀眾 好像我那樣 有點失望 其實我今年看了 三部ViuTV的劇集 分別是I Swim 野人老師 和這部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細節做得很好 歷時五分鐘的感動位 或者諷刺位 他會做得不錯 所以可以出到一些 相當吸引的Facebook Post 或者YouTube影片 但當我連同一齊看 你會發現他的完整性 連貫性 還有角色的魅力 都是不到位的 那應該怎樣解決呢 是否改劇本 換演員 有幫助呢 不是 我想多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學外國這樣 轉做一個星期一集 不要再一夜一集 因為你做到很多這種短片 大家剪出來到處發 但現在一個星期五集 即是同一段影片 在24小時之後就會過期 一個期就好像沒有價值一樣 然後因為每天都有 大家很記得劇情 自然會放大了他們完整性 連貫性方面的不足 用王子華家姐看香港小姐的說法 她這樣是自暴其短 將自己擅長的東西加速過期 然後將自己不擅長的東西 被人放大來檢視 不過這些看劇集的習慣 可能是很難改變的 如果一個星期一至五 每天都是不同劇集 大家可能又會很不習慣 或者可以考慮 星期一做推理劇 星期二做愛情劇 星期三做運動劇 星期四做古裝劇 星期五做處境劇 用類型來避免觀眾混淆 不要跟我說資源 因為集數是一樣的 一年五十二的星期 都是一個星期五集 即是一年都是二百六十集 其實是沒有變過的 講到這裡 你會否發現我到現在 都沒有講演員的表現呢 大哥 我這麼廢狗 當然是不敢直接講演員的表現 好啦 好了 臨完之前說一句 一句 我想沒有任何人可以反對我這句 就是整套劇 表現最好的演員 是老闆仔 可能對於一個小孩來說 他要相信自己就是那個角色 那個給哥哥或媽媽不要過的小朋友 比起大人來說 就相對容易一點 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影 下次再見